是 姑娘 受惊了 姑娘 在下是太医院的御医 顾北月 奉陛下之命前来验尸 刚才 那是我养的小丑 没有吓到姑娘吧 顾北月 你们太医院不是查不出什么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 在下不猜 但还是想过来查查看 有没有线索 顾儿一直滞留到现在 没想到却惊扰了姑娘 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你查到什么了 在下虽然只是略懂医术 但是对毒理却只吃皮毛 而且这些毒 非常地奇怪 连顶尖的毒医都查不出来 顾太医也太谦虚了 谁不知道你是你们太医院 最年轻有为的 你那个药精 七纸造福千万人啊 姑娘认识我 人嘛 我倒是不认识 但名字挺熟的 姑娘过奖了 对了 姑娘为何来此啊 我 我是 韩从安 韩太医派来的 韩太医 早上韩太医来找我说 这个案子僵持不下 查不到是什么毒 所以就让我来了 原来如此啊 能得韩太医举荐 那姑娘一定是毒术过人啊 略懂 略懂 姑娘 不必过签 其实用毒用得好 一样可以治病救人啊 你真是这样想的 我身边的人 都说我不务正业 以我尊严毒术为耻 当然了 姑娘 那你现在 不正是在救死扶伤吗 那些人的话 希望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你这个人嘛 倒是见识不凡 就臭你这些话 这些毒我验了 那在下 就多谢姑娘赐教了 好 我去讨论 老子 老子 你这些人 你这些人 没有了 我去讨论 你这些人 不愿意 我去讨论 都得了 我去讨论 你这些人 可以 你聞聞 谈香 但是谈香中还有其他的香味 按理说谈香的香味不应该这么持久 我想想啊 我知道了 我在一本古书里面看过 说有一种读文名叫朱文 闻到某种香味后就会嗜血发狂 这些人生前肯定是吃过或用过的什么东西 散发出这种味道 就会被朱文丁咬 毒发身亡 好伶俐的手段 姑娘 不知你是从哪本古书上看到的 在下回去也想学习一下 哪本古书啊 我也记不太清了 顾太医 我先回去禀报了 有缘再见 姑娘 古书 好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好歹毒的心思 这些毒香本身对身体无害 但是却能够引诱朱文 武作毒医检验尸尸体 自然不会有什么发现 朱文叮咬过后 经过麻痹经脉 让心脏停止跳动而死亡 了无痕迹 果然是个下毒高手 好可怜 谢谢 谢谢 好可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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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哪 谢谢 谢谢 又见面了 毒丫头 谢谢 谢谢你的银子 可能下次见面我还给你 只许你助人为乐 就不许我日新一山 谢谢你 谢谢你 谢什么谢啊 你老谢我 你自己数一数 你谢了我多少回了 你应该有点诚意嘛 那 下次请你吃饭 那不行 这句话我听了多少回了 谁知道我刚碰见你就又碰上了 这不是咱俩有缘吗 有缘有缘 那你想怎么样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你这样感觉我像在逼你一样 我好伤心啊 你 好了不跟你闹了 来 请我吃饭去吧 我 没钱了 这个都不行 行 你请客我掏钱 可以了吧 可是 什么可是啊 不就是吃个饭而已嘛 杜丫头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只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没有这么想啊 不是啊 我是真的有事 等我忙完这阵 下次一定登门之心 那可不行 下次登门得是什么时候 谁知道呢 行吧行吧 我知道有一家面馆 特别好吃 就这么决定吧 走 那边 那边 走 奴婢给王爷请安 王爷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王妃呢 王妃还在房里 二位请慢用 谢谢 谢谢 真香 你经常来这里 这可是我的秘密基地 要是不开心的时候 来这儿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 就什么都想开了 要不是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是不会带你来这儿的 这么说 我应该谢谢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 赶紧吃 吃这个面它是有讲究的 你得一口气吃掉不能断 得一口一根正正好 说得这么严重 断了会怎么样 会短命 真的会短命啊 嗯 真的不给你 太后 起了疑心 娘娘 这是想找到殿下身上的风足标记 殿下 你身上的蛇毒 得用银针尽快排出 不然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 殿下 后背还需施几针 殿下 我是甘心给你银银洗脚的 我出来很久了 那我先回去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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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药瓶 对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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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下子来啊 姑娘 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真可惜 没有看到她的脸 她的脸 公主 垫线已经做好了 嬷嬷 快帮我把那块千年血玉拿出来 是 公主 你看 这千年血玉 是父皇赠给母后的诞辰之礼 母后最是喜爱 母后过世 父皇就一直将她带在身边 直至西秋天宁大战之处 父皇才将她转赠于我 到时 等她打了圣仗回来 再让我 把这块血玉 转赠给她 公主 既然舍不得 就自己留着吧 你拿着这块血玉 小舍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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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母后心得的 这个呀 是你那个新纳的清妃送给哀家的 陛下看着可好 清妃孝敬母后的 当然是尚好的 那个清妃美貌无双 陛下看着就没有心动了 母后是知道儿子的 朕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江山社稷上 哪还有闲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去 银行 转发 Sud送掉 Preparele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老奴进去通报一声 臣妾不知陛下驾临 有失远迎 请陛下恕罪 快快免礼 是朕不允许他们通报的 你何罪之有 朕早有耳闻 西邱公主最爱研读兵法 没想到画意也如此精湛 这是西邱的风景 是 看来爱妃是想家了 臣妾才来多久 怎么会想家 朕早已是想家 况且已经嫁到天宁 这儿 便是臣妾的家 只是闲来无事 画着玩玩罢了 陛下 可是到臣妾这儿来躲清净了 陛下 可是到臣妾这儿来躲清净了 等等 我跟那咱们说要是有关的 本人的路由 这是修理人的路由 就是修理人的路由 大家看到你 这要扫养的路由 这人是修理人的路由 我跟那头的路由 还在我走 我跟那边都在路由 侮理人的路由 是修理人的路由 是修理人的路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殿下要我说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殿下都不会相信了 但我初次与殿下相遇 真的只是为了拿 治疗脸成毒疮的神油草 我拿走经路 也只是因为我真的喜欢研究毒草 直到嫁进王府 我才知道殿下的身份 可因你屡次要杀我 我又不敢说真话 我说得句句属实 还请殿下明察 你失踪了一日 去哪儿了 我为了证明我对殿下是有用的人 我就去驿庄查案了 查案 你恐怕是忘了 我到底是因为谁 才被怀疑的 殿下何出此言 大婚当日 不正是你 引我去大理寺卿府邸的吗 大婚当日那么多人围着我 我如何有分身术 即使当时不是你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同党 既然是我的同党 为何要冒着日后会穿帮的危险 去诱骗殿下 我又何必以身犯险 嫁入王府 我今天已经找到了 解决案件的线索 死者是死于一种叫中文的毒 我今天就一桩验过诗 凶手事先将药粉 撒进死者的吃食或香料中 等毒味散发 毒闻就随之而来 他们就死得悄无声息 殿下 殿下 太医那 王妃娘娘 太医那边有消息了 大理寺卿一家 是被一种叫做朱纹的毒纹 定咬致死 凶手事先将吸引毒纹的粉末 混入茶叶和香料之中 吸引毒纹前来 但是由于香味极其食酒 所以我们今天闻到的 正是这个味道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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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你听 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为了自保 出卖同伙 如果 我能找到诬陷你的人呢 我今天在路上碰见一个姑娘 她随身带的药物 她的人认识 我一定是没有 这些地方 你听说 她的证明 她的证明 我再说 她的证明 我再说 我这证明 你听说 她的证明 我还没听说 她的证明 看了 你听说 我再说 她的证明 她的证明 我应该说 我这证明 我会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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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行了 西枫 你去查一查 都有哪些达官贵人出入外眼阁 是 是 帅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席 帅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来 亲自迎接 唐铃是谁 帅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错 有进步 就是 声仓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部队 に不通知 你 安坯 上 我说你打了这么久 手不酸吗 不酸 你看看这木桩子 都快被你打出人模样了 木桩都能被打出人模样 木桩也能长眼睛 那个唐离就是有眼无珠 对 他就是有眼无珠 女儿 你放心啊 我已经派人四处寻找 一定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让他当着你的面 把事情说清楚 你先消消气啊 不用他来解释 我知道 不就是因为我老欺负他 害得他没面子吗 明知道是这个样子 你还欺负他干什么 那我 那不是 从小欺负大 欺负惯了吗 我以为他习惯了 谁知道他现在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逃婚 stre 道好 宝贵女儿 有些事情 敢着急是没用的 不妨想想办法 改变一下方法 没准就有转机呢 转变方法 师妹 这回唐离可真跑了 整个云空书院 都找不着她的人影 全都没有 她呆头呆脑的 能跑到哪儿去啊 如果书院没有的话 很有可能 就是去了秦王府 秦王府 她一定是去找师哥了 有可能 爹 你说得对 我一定要改掉 我软座的态度 我得去把她给抓回来 静儿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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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这么防着 太后娘娘 陛下她 陛下她得的是什么病 陛下得的是天化 太后别急 韩太医一定有办法医治的 娘娘 臣无能 现在臣也只能进人事 听天命了 混账 你身为太医院之首 朝廷给你发俸禄 可不是为了听你一句 进人事 听天命的 如果陛下有个好歹 我让你们全家陪葬 太后娘娘息怒 不得了 陛下的病 臣怎敢不尽心尽力 只是陛下病是凶险 臣只能将最坏的结果 先告知太后 毕竟此事 关系到天宁社稷的安慰 你有多少把握 太后 此病传染性极强 现在最紧要的还请太后 和娘娘们全都先隔离起来 只有宫人在陛下身边 哀家不放心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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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特殊的药粉洗手洗脸 每次回去以后 也要把身上的衣物 用特殊的药粉再浸泡一下 这件事情一定要小心 疫情一旦传染开来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们先进去吧 知道了 韩太医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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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听韩太医说了一些防范错事 说天花有传染性 公主要小心 嬷嬷 你难道没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陛下身上既然已经出了疹子 为何前些时日却毫无征仗 太后刚才虽然很生气 面上却不多见哀伤 他仰仗的皇帝儿子就要死了 太子不堪重任 秦王又在旁边虎视眈眈 他就是再沉着 也必该是慌乱的 还有 陛下身边居然没有一丝传染源 就他一人得了天花 这未免也太多疑点了吧 她在外面 你也不认识 她是不愿意的 和调子 她是一个异性 然后她的生命